嗨小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你们来到可乐姐姐玩游戏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夏人葵姐姐 今天我们要去跟贝贝 一起换上厨师的衣服 然后制作美味的东西 大家快来跟我一起去制作吧 先给贝贝换上厨师服 戴上一个小帽子 然后选择衣服 哪个衣服好看呢 还要戴上领结 选红色的小领结吧 还有围裙 这个围裙挡住了衣服 还是选第一个吧 最后是鞋子 好了 衣服都换好了 我们可以去进行下一步了 准备开始制作了 先要将食材找出来 这个是牛奶 炼卤在哪里呢 还需要黄油 找到了 盐也是很重要的调味料 材料都找出来了 面粉先放进去 接下来就要加这些材料了 这个是淀粉 这个是淀粉 还有炼卤 牛奶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材料 把鸡蛋都打进去 最后放入黄油 用搅拌机去搅拌一下 把它们都混合在一起 把火打开 要开始制作了 加热一段时间 可以用银子 将它取出来了 这个动作需要重复几次 然后把制作好的 落在一起 最后要开始刷奶油了 宝宝们可以选一个喜欢的 淋上去 放上什么样的壮饰呢 像热葵选了一个草莓比较多的 小熊猫的饼干可以摆在盘子上 再配上喝的饮料 选一杯果汁吧 接下来可以选一个盘子 装这个蛋糕 看一看哪个盘子更漂亮 完成了 可以端上来 用给大家吃了 好了小朋友们 我们今天的游戏就先到这里了 大家如果想要跟向日葵 一起去玩更多有趣的小游戏 可以关注我们的栏目 可乐姐姐玩游戏 我是向日葵 我们下一期再见